那個Luke被認為Trust B在昨天上午10點鐘 曼寧法官還沒任命前前天就跑了這些所謂的信託人 Burner Wu那兒去還有Pass那兒去 就要求上Lady Mate的船了 Lady Mate已經現在在了那個Behavi了 他就要上船了 他就上船也上太快了吧 你幹嘛那麼著急啊 是吧 這是瘋狂的 這一次就是這個Pul Hasting竟然在昨天晚上到現在 戰友們你們播出的所有的關鍵他的利益衝突的信息 他竟然在網上刪除啊 而且相關的PAG相關的平安集團也刪除 這在美國法律上這就叫消費證據 Luke律師Pul Hasting做發誓的假證 然後最後一分鐘在法官上輕描淡寫 他不是要辭職那麼簡單 Luke這個Trust D他絕對不是辭職那麼簡單 Pul Hasting也不是辭職那麼簡單 而且你們看到了曼寧法官已經要求他 一共更多的所有的Pul Hasting 所有跟PAG的所有過去的歷史 大家記住啊 大家沒有看明白這個問題 昨天早上10點是最後一分鐘 Luke給曼寧法官打了個這個精瞄淡寫的冷槍 就是我不住這兒 哎呀 By the way 我還要說一下 我才知道 我給PAG幹活 大家他這樣 曼寧法官沒反應過來 這曼寧法官 大家最後非常專業的說 你必須要把你這Pul Hasting的利益衝突 所以讓我知道 而且呢 我們所有人都有權利發起動議 當然我要發動議了嘛 我一定要動議的把它移除啊 我動議要把Luke移除 要動議Pul Hasting提供一切法律 我要到Pul Hasting跟這個Trust D 叫Holy女士所有的聯繫方式 這是我們的權利 你們怎麼換的它呀 如何換的它 怎麼把第一個幹掉 怎麼要第二個上來的 這是我們的權利呀 只要能搞清楚 代表司法部的Holy女士Trust D 的任命人 和PAG的溝通 和Paul Hasting的溝通 和Luke的溝通 大白與天下 我們幸福扣服啊